那么去人民局面谈 尤其是爱一三零的亲属移民面谈的时候呢 我往往遇到客户呢都非常紧张 其实你紧张什么呢 不用紧张 你是从交钱的角度 你交了一千七百多块钱 你是消费者 应该来说你是上帝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 谁帮你申请 他帮你申请移民美国是他的权利 作为公民作为绿卡来说 是宪法尊重的权利 所以你根本不要有紧张的心情 那么对于移民官呢 他也有红线的 就是在一定时间点上 他如果提出了一些刁难式的问题 你一定要提出抗议 可以拒绝回答 甚至要求见他的这个上司 就是supervisor 你这个根本不要害怕的 任何官员他都是有金箍咒的 没有这个土皇帝这一说 那么我陪同面谈多次呢 就是举一个例子 有些问题是合适的 有些问题完全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在这个婚姻面谈的过程中 如果移民官问 你们结婚之后 有没有讨论要孩子的事情 这个问题没有问 你就可以回答 你就说讨论了或者是没讨论 那么他就继续问 你们准备要几个孩子 那你可以说要两个 或者要一个 要三个 要五个 这也都不是问题 你也应该回答 那下面他有个问题就是 你们采取什么样的避孕方式 这个呢 你感觉不舒服的话 你就不用回答 你说这是我的隐私 我作为律师呢 我说这是他的隐私 可以引用第五修正案 说他不愿意回答 你要不要换个问题 或者换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 除了见了他的上司之外呢 如果他这个给你拒绝的话呢 你一个要上诉 同时要把这个问题反映到 他的督察办公室 就是国土安全部有督察办公室 你写信上去 那么实在是非常恶劣的话 比如说最近在迈阿密移民局 出了一个事情 这个移民官在面谈的时候 要求他面谈的对象呢 在停车场上等他 在停车场上等他呢 就是他一个是要钱 还有一个是 对这个女性的被面谈者说 要提出这个不正当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女的就立即就报警 报警呢有两个部门 就是什么部门呢 一个就是你先报给他 国土安全部本身 他就有一个HSR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 这个是跟那个FBI评级的一个机构 他们本身调查 他们自身工作人员的 独职行为和非法行为 第二个呢就是你就报 如果他们你觉得都是 国土安全部观观相位的话 你可以报给FBI 那这些部门他都不管的话 你认为还是不合理 你就要拿起法律武器起诉他们 起诉的法院呢 不是地方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 你所在地的联邦法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辑地区法院 我认为是一台的 宣传队和世界大大的 宣传队和国际区法院 我认为是一位 是我的老公 你的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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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